生活在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图杰斯坦伊利哈萨克自治州的慈善家 国二民办学校创始人诺尔泰·阿基和企业家及先进个体经商人员萨克·阿基 伊利阿斯·阿基 萨德克·阿基 亚库普·阿基等通通被抓 阿基名称是给去沙特麦加完成朝圣仪式人员的尊称 并没收了所有财产 霸占或强拆具有民族特色的房屋 对此 东图觉散新闻中心首席执行官阿布多吉利利·喀尔喀西先生说 中国政府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实施独裁专制压迫政策 利用各种手段抹黑维吾尔人和利用民族情感对付维吾尔人 呼吁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共同抵抗中国政府这种卑鄙下流的做法 4月25日 总统阿尔多安在安卡拉以正式仪式 对土耳其进行访问的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 在单独会晤及高级别合作委员会会议协议签字仪式后 阿尔多安与阿利耶夫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 德国总理穆克尔即将访问美国 穆克尔去年3月首次访问美国会见特朗普时 特朗普在摄像机前拒绝与穆克尔握手 穆克尔此行会得到什么待遇备受关注 据报道 穆克尔和特朗普这次谈话的重点 应和上次一样是双边贸易关系 去年首次会谈时 特朗普就威胁要对德国和其他国家施加惩罚关税 但结果是 暂时豁免了德国和欧盟 但和中国拉开了贸易冲突 而这一冲突完全有可能威胁到世界经济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引发了巨大的不安定感 倡导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 4月25日发布了2018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 在报告评估的180个国家中 中国的新闻自由度持续排在第176名 列倒数第五位 正在对美国进行为期三天国事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 于25日 用英语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前发表演讲 在强调法美两国传统友谊 共同应对全球威胁的同时 他亦强调反对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 反对贸易战 并在伊核协议 气候变化等问题上 表现出与特朗普政府不同的立场 在谈到对地球的保护时 马克龙说 人类正在以污染海洋 温室气体排放 破坏生物多样性等方式毁灭地球 让我们面对现实 没有什么必计化 也就是说没有备用的地球 他相信总有一天 美国会重新加入巴黎协议 请不吝点赞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